阿富汗武装分子扛起毒刺导弹 下一秒 苏军武装直升机瞬间爆炸 另一架武装直升机箭撞 立即释放干扰弹仓皇逃跑 但武装分子早有准备 又扛起一枚毒刺导弹 成功将其击落 至此持续了七年的苏阿战争 阿芳算是扬眉妥气了一步 而这个由美国研制的最新型毒刺导弹 第一次在战场上亮相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苏军指挥部 他们根据截获的情报得知 美军支援了阿富汗武装分子400枚毒刺导弹 以此来打压苏军绝对的制空权 而且美军计划将这批导弹藏在商队里 分批次运往阿富汗 这一消息 让苏军紧急组织一支20人的精英小队 要在半路拦截这批导弹 而武装分子决定由戴好为医生的头目 亲自押送毒刺前往奥赫里查理卡尔 并且放出假消息 毒刺将通过新科和乌斯瓦利村向东运所 以此来扰乱苏军的计划 而苏军根据特工的情报 现在连商队的时间路线都不知道 并且商队组织了大批武装分子进行保护 此时苏军少校申请进行侦查工作 抓一个囚犯了解更多情况 而另一边武装分子集结完毕 放言这是与异教徒的圣战 是对真主的责任 说话间将一把冲锋枪递给一个小孩 在高喊乌拉的口号下 商队正式出发 崎岖的山中 一辆乡间巴士被突然出现的苏军栏下 就在盘查后被相识 士兵从装有粮食的麻袋中 发现了一枚反坦克地雷 接着又对车上乘客进行盘问 苏军发现一名戴着名贵手表的老头 一看就不是什么寻常百姓 于是便将老头抓了回去 通过苏军少校的一番审讯 贪生怕死的老头 招供出阿富汗武装运送导弹的路线 还表示武装头目将通过树林边缘 穿过新科和乌斯瓦利村向东运送 虽然不知运的是什么货 但可以肯定里面的东西相当价值 青鹰小队就这样相信了这个假情报 他们立即前往任务点进行埋伏 果然商队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 苏军直接发动登机 武装分子被打得措手不强 紧接着迅速开始反击 大喊着朝苏军出了过去 但苏军凭借有力的地理位置 很快将武装分子消灭 剩下一名武装分子见识不良 本想骑马开溜 但最终被苏军士兵一枪击毙 随后苏军开始打扫战场 可搜刮了一大圈 并没有发现独自导弹 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 原来对方玩了一招调虎离山 苏军少校得知行动失败 便再次抓来提供情报的老头 此时骗到苏军的老头正一脸得意 正在气头上的少校 直接掏出枪将他送走 紧接着他集合所有精英队员 打算主动出击拦截商队 而另一边 阿富汗武装分子已经布下陷阱 正等待着苏军的到来 苏军士兵正给阿富汗老头喂水 可下一秒 老头却从被窝里偷袭了这名士兵 一旁的队友见状 愤怒地将老头打成马封鱼 其实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全民皆兵 就连走在路边 发现一个茶壶 都会派出工兵查看情况 在阿富汗无论任何物品都要提高警惕 也许一个洋娃娃 或是一只旧靴子 甚至是一个录音机 都有可能掩藏着地雷 果不其然 工兵用碳雷针碰到了地下埋藏的金属 他小心翼翼地拨开碎石 一根导线呈现在眼前 而队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看着错综复杂的线篮 工兵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向队长汇报完情况后 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事 得到队长批准的工兵迅速取来工具 同时车队也在向后撤退 来开危险区 这时工兵小心翼翼地用绳子固定在水壶上 等所有人都撤离到安全地时 工兵用力拉动绳子 成功引爆这片区域的所有兵 苏军小队得以安全行进 路上少校还前往当地的首领家拜访 首领口口声声表示支持苏军的工作 殊不知人家早已和武装分子达成合作 其实没人知道 武装头目运送独次导弹的真正的目的地 前去拦截的苏军小队 也不知自己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不久后苏军在一处山脚下停住 少校让士兵制造出战斗场景 吸引武装分子的注意 随后他们用鞋子随意踩出脚印 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狗鞋倒在地上 接着士兵用机枪对着山地一顿乱死 在附近抛洒了大量的弹卡 最后再炸毁一辆卡车 准备完毕 众人躲在岩石后面观察情况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次玩得有点大 对方的车队足足有数百人 而苏军小队只有20人 人数和装备短缺的压制 只能先放他们过去 但山坡上的落势引起独播分子的注意 人多势众的武装分子炸开了猛烈攻击 打得苏军不敢露头 他们赶紧请求武装直升机的支援 怎料刚接通还没来得及张嘴 设备就被武装分子的子弹击住 通讯器彻底爆肥 熟悉地形的阿富汗武装分子爬到高处 准备前后夹击苏军 苏军见识只好选择撤退 随后他们扔出大量烟雾弹 成功突围了出来 最终只剩下7名苏军士兵逃了出来 虽然他们和总部失去联系 但小队依然决定完成任务 找到美国赞助阿富汗的独次导弹 将其拦截 不久他们来到一处村庄 打算休整后再出发 其中一名士兵在找水时 意外发现一名漂亮的阿富汗女人 苏军士兵勇闯阿富汗女人家 见其年轻貌美瞬间心生邪念 逼到墙角的女人吓得瑟瑟发抖 此时女人丈夫正在悄悄靠近 阿富汗男人一出头解决掉苏军 队友听到动静后冲了进来 直接开枪射杀物理所有人 枪声吸引来了大批武装分子 苏联士兵只能立即撤退 走之前还不忘毁是灭迹 江村庄炸火 随后剩下五名苏军士兵逃到一处矿洞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意外触发一枚鬼雷 当场被炸归 几人只能拖着受伤队员继续撤退 然而巨大爆炸声暴露他们的行踪 武装分子迅速追了上来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被炸士兵为掩护队友撤退 直接拉响首雷与敌人同归如尽 剩下三名士兵成功逃脱 就在他们调整休息的空隙 发现两辆皮卡巢他们急速使来 士兵迅速架好机枪发动攻击 将所有武装分子消灭后 他们开始打扫战场 怎知其中一名恐怖分子还没断气 他用最后力气朝苏军士兵后动扳机 随后扔来一颗守卫 当苏军士兵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武装分子头目服务 武装分子对着尸体拍照 受伤的少校也被死死踩在脚下 就在代号为医生的头目 为自己的计划顺利进行沾沾自省之时 一名幸存的苏军士兵 偷走武装分子车上的如此导致 击毁敌人卡车 原来这是少校将计救济部下的陷阱 最终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 头目也和苏军队长展开殊死活动 就在两人打斗时 苏军士兵从背后偷袭 用机枪解决掉头目 紧接着两名士兵假扮成阿富汗人 开着皮卡车迅速朝营的驶去 一直开到皮卡车冒烟 两人才决定去村里弄点水 这时小女孩看见村里来的苏联人 立刻从屋内拿出枪对准他们 就在他要开枪时 队长一把抢过女孩手里的枪 可子弹好巧不巧 打中了侦察的苏军直升机 直升机以为遭到武装分子攻击 立即发射炮弹机会通装 两人见状慌忙驾车离开 但直升机紧追起后 如今两人身穿武装分子的图示 稍不注意就会被荡成武装分子轰炸而死 情急之下 少校下车扛起毒刺瞄准直升机 飞行员见对方有毒刺导弹 立刻驾机撤退 中校接到报告 两名阿富汗武装分子 正携带毒刺导弹向基地逼近 宗教本想下令开枪射击 怎知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 发现是前去执行任务的少校 就这样 两个身穿武装分子服装的苏军士兵 最终扛着毒刺导弹成功撤回到营地 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